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贷款买的房等到装修的时候 确实手头比较紧 想着怎么装修能够省点钱 今天这条视频呢 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主题 但是呢能够帮这一类朋友省一点钱 有几个观点 就是说怎么装修能省点钱 还能够住的稍微舒适一点 第一个呢自己装修并不一定就能够省钱 这个观点你要记住 因为自己装修去选建台的东西的时候 会这个好一点 那个好一点 一分钱一分货你要记住 然后在选的过程中 这个稍微买的好一点 那个稍微买的好一点 尤其是在装修过程中 你不知道你后期要买很多的东西 很多朋友就是在磁砖环节 觉得磁砖要买好一点 然后花了很多钱 等到后期等到软装开关插座 都是买特别便宜的 这时候呢就会 整体的效果根本就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这要整体要规划好 跟你说一说 从前往后跟大家聊 第一个呢 水电环节呢 不要省钱 尤其是水管啊 买品牌的 买咱们这个当地比较流行的这种 然后呢 电位呢 没必要特别多啊 够用就行 其实有些隐蔽地方放一个插牌 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你的这个洗手盆底下放一个插牌 还有你的电视柜这块 放一个插牌 这很正常啊 也不会影响你的使用 不用说啊 每个屋子弄了很多插座 也不美观 并且你根本就用不到 但是呢 你要材料方面 一定要尽量用好一点的 然后防水也是要用好一点的 瓷砖呢 买品牌的特价的 或者说 大概在五六十块钱的瓷砖都能用 我说的是地砖 然后呢 把尺寸上是800x800的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强砖是300x600的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呢 你想再省钱的话 有些地方 比如说你阳台比较小的话 阳台是没有必要铺瓷砖的 因为你边上可能要做柜子 所以说不铺瓷砖也可以 后面呢 需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吊顶 如果说你的费用不充足的话 然后你楼层挑高 又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做成双眼皮 没有做大面积的吊顶 现在吴主东吊顶做出来的效果 是适合于豪宅的 咱们想省点钱 就别考虑这个特别复杂的吊顶了 因为一个客餐厅的一个吊顶 省钱就是连工带料的话 可能3000到5000万钱就能下来 你自己来衡量 究竟你要不要做这个吊顶 吊顶呢 我普通的就是说 普通的平房的这种 我还建议就是做回字型的一圈的一个吊顶 因为呢 对楼层高度影响会比较小 然后我们后面的粉刷环节 粉刷环节呢 其实能省钱的当然就是乳胶期了 这个呢 咱们不具体的给大家说 后面的比如说我们像软装的一个东西 门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免期门 价位呢 比较省钱 并且呢 相对来说比较环保 然后我们包口 包口呢 你可以简化 也可以不包口 这个呢 没有问题根据你们自己的一个情况 我建议就是说 闪闪钱的话 包口这个钱也能省下几千块钱 还有你的 后期的一些登具 登具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喜欢 网购去购买就行了 开关插座 网购的话 其实很多正品的比线下的 线下反而出现很多的假货 剩下的这些电信啊 大随作不裸裂的去说了 就是说装修过程中有很多自己能干的活 材料方面 我给你指导这么多 一分价钱 一分货 但是呢 隐蔽工程尽量 能自己干的活 可以自己干一干 下个视频给大家说一说 装修过程中哪些自己能够动手去做的活 我阿崔 观众装修每个细节 我给大家看